第一财经记者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3是由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辑整理 最近已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近年来晚婚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分具体年龄来看 25岁人群的未婚率为70.8% 26岁人群的未婚率为61.2% 27岁人群未婚率为52.4% 28岁人群未婚率降至50%以下为43% 29岁人群未婚率为34% 也就是说 29岁人群中 大约每三个人有一个未婚 30岁人群和31岁人群的未婚率都超过了20% 分别为27.7%和23.7% 32岁人群未婚率降至20%以下为18.1% 33岁人群和34岁人群的未婚率为13.8%和11.8% 35岁人群未婚率为10.2% 36岁人群的未婚率降到10%以下为8.7% 40至44岁年龄段中的各年龄人群未婚率均超过了3% 其中40岁人群的未婚率为5.2% 41岁人群未婚率为4.9% 另外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整理 50岁及以上50加特的人群中总未婚率为1.7% 另一方面 从2010年以来历年结婚人口年龄结构来看 我国结婚年龄尤其是初婚年龄大幅推迟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2020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 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24.89岁 增加了3.78岁 2022年1月20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基睿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 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 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 受教育年限更长 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 婚语推迟现象十分突出 比如很多人硕士毕业一般都2526岁了 工作几年就接近30岁了 因此结婚的时间也会比较晚 1990年出生 2016年从辽宁一所高校硕士毕业的李女士说 她所在的硕士班同学 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未婚 我们宿舍四个人还有两人未婚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年轻人对未来的预期和选择 也更加多元化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 在大城市 年轻人的社会化生活独立性比较高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结婚率和结婚年龄 感谢观看